好了那现在差不多时间也到了八点钟了 那我们就准备正式开始了 那今天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 那今天的所有的内容呢都不涉及到您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而且今天内容呢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不代表公司好吧 那我们公司呢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Gold Markets也是成立于98年的一个比较老牌的公司 所以说大家的资金呢放在我们这边是绝对是安全的 然后呢我们公司是这样子的 就是可以通过信用卡入金 但是呢必须要同进同出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信用卡入金的话呢 如果赚了钱 那我们也只能会给您退回到信用卡里面 这一点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那信用卡入金的话呢不算Cash Advance的 它是算的你是消费啊 所以说呢有些客户呢会尝试用它去记点 但是我们不建议用这个来刷点啊 这个只是一个入金的方式 而且呢信用卡入金呢是及时到账的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好处啊 那我的话呢如果大家平时有听网课的话呢 也就比较了解我应该就不多做介绍了 那我今天也是买了一个新的这个电脑 所以用起来可能没有那么习惯 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一个topic吧 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最近啊 这个朋友圈刷屏的这个RCEP啊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吧 因为签了这个之后呢发现这个引起的反响还是非常的大的啊 各大的公众号和媒体都在那个滚动播放 那RCEP呢它的全称呢就是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那它呢我也在这边给大家截了一张 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构成啊 如果大家不是很了解的话可以看一看 它呢是由东门十国发起的 邀请了这个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 六个小伙伴国家参加 但是中间呢因为印度呢有些这个条款啊 这个谈不拢啊 所以印度呢在去年的时候就退出了 所以目前呢这个协定参加的这个签署这个协定的呢 一共是15个国家啊 里面就刚才我提到那些 还有呢就是印尼、马来、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这些 等等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啊 他们都是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吧 对那这些国家的人口呢 差不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差不多占到了全世界人口的30% 而且这个GDP啊也是占到了这个全国总GDP的 全世界啊总GDP的这个三分之一的一个程度 所以说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 影响到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这个经济了 对吧 那签署这项协议为什么会啊会给世界上带来这么大的轰动呢 那首先就是有就是购物的话呢 可能大家进出口贸易就是不争不争关税了嘛 那这样可能呢消费起来的话呢就会更加便宜一些 那第二个呢就是也会开通旅游这一块啊 那就是旅游会更加方便一些 在这15个国家中未来呢旅游可能签证更好办啊 会更容易说办一个五年签啊 甚至是免签啊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企业的话呢 他也可以呢就把自己的这个生产链啊 就是放到别的国家去 像是中国的一些就是中低端的生产 生产的这个产业链啊 有可能的未来就会转移到东南亚的国家去啊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协议啊 能够帮助很多国家呢绕过这个美国啊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5个国家之内啊 有很多都是这个美国的同盟国对吧 那他们呢其实要听这个美国老大哥的这个协议啊 因为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呢是拒绝啊 就是说就是因为实行美国至上的原则嘛 所以说呢是让很多同盟国呢都拒绝去跟中国 就是进行这个友好的这个贸易交换对吧 特别是澳大利亚 大家都知道嘛 澳大利亚呢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为这个美国冲锋陷阵 对吧 然后正当这个正当这个举骑兵啊 一直在跟中国搞来搞去搞来搞去 就是说中国新冠的事情啊 包括一些主要是新冠的事情吧 就是闹得比较大一些 就是在这个中国的问题上面呢 就是会比较严重一些 那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呢 就是这些美国的同盟国呢 他们可以就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吧 就是因为不可以明念的 我的理解啊 是不可以明念的这个违背美国老大哥的这么一个思想 对吧 和方针 所以说呢 没办法啊 大家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RCEP啊 就是跟中国进行一个贸易的流通啊 我的 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这因为呢 我是 对政治上面呢 我的理解可能比一些啊 我们就是专严政治的那些客户呢 稍微浅薄一些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 那其实我觉得呢 RCEP其实这个组织呢 它在十年前就已经成立了 但是现在呢 才签署下来 我觉得是 其实是有特朗普很大的功劳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叫他川建国嘛 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啊 就是前一段时间嘛 就是那个越南嘛 也是想跟美国谈这个贸易协定 然后川普呢 好像就是说 越南在这个事情上面 一点都不 一点都不 就是遵从他们的一个规划吧 就是谈起来特别困难 所以说呢 就要 也是要给越南进行这个贸易制裁啊 那你想越南 他会怎么想对吧 你不仅不给我帮助 还要把我往外推啊 那肯定就是 就是希望呢 能够加入到另外一个组织里面去 那这个组织呢 可能就是 没有美国 或者是有别的一些国家 能够给他带来 他自己经济繁荣的一个国家 一个样的组织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才是符合越南 他自己本国的利益的嘛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吧 那第二个想跟大家说呢 就是说 在这个方面呢 可能 中国这块呢 就会 就会通过这个 这个组织呢 去布局一些 东南亚未来的发展 那首先就像我刚才提到了 就是中国有可能呢 就转移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呢 去东南亚国家 因为他们那边的劳动力呢 可能没有现在中国的 这个成本这么高了 然后也有可能呢 去帮助这个 东南亚国家呢 去建设一些铁路的运输啊 包括这个电信机械啊 像是5G啊 等等的这些 一些基础建设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对于中国自己来说的话呢 是能出口它的一个技术 给到这些国家 那这些国家的话呢 就能够啊 也是接受到了一个 也是一个福利吧 就是说他们自己也能够 就是推行他自己的一个发展啊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美国帮助他们会好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美国啊 你说它的铁路啊 包括基础建设啊 跟中国暂时呢 是不太好比的 那现在我们知道 美国比较强势的呢 就是特别间断的这个科技啊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金融对吧 通过金融的话 去帮助这些暂时需要从基础 正在打基础这些国家 似乎是不太对口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的这个承担的这个角色 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其实大家也知道 这个澳洲呢 也是加入这个RCEP的嘛 那个RCEP的话呢 其实呢 也就是给澳洲一个拓展 拓展贸易出口的一个方向啊 因为这里面呢 就是除了中国的话呢 还有另外13个同盟国啊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跟澳洲 有自贸协议的嘛 对吧 那其实这样的话呢 就省了澳洲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力气 而且呢 也可以减少一些对中国的依赖 因为我这边也写了 其实这个东南亚的人口啊 一点都不比中国少 其实它呢 也有中国近一半的人口 那它其实的一个内需啊 也是非常的强劲的 如果呢 澳洲现在比方说啊 被中国办掉的 就是被中国禁止的一些产品啊 像是牛肉啊 还有大麦啊 还有棉花啊 煤炭啊 等等的这些产品 如果能够通过这个RCEP呢 然后传输到东南亚的话 那其实对澳洲是 是非常好的 而且能够就是分散它 完全依赖中国的这个 这个风险嘛 其实对于未来它的一个 布局啊 我觉得是对澳洲 是比较有利的啊 那第三个呢 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就是让大部分的国家 绕过这个美国加盟国的身份嘛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日本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也是非常的近嘛 然后其实中国和日本呢 一直是想签署这个贸易协定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有某些国家 从中作肯对吧 所以说一直呢 就是中国和日本 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都没有成功的 签署这个协议嘛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RCEP呢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 让日本和韩国 也都一起加入进来 那大家知道 其实这是中国 日本韩国啊 其实都是亚洲非常啊 就是top three的这个经济体 所以说有他们 有这些国家在的话呢 其实RCEP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就是非常的大了 那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 愿意进入这个RCEP啊 那我们就来 介绍完这个RCEP 就是前面那些基本的内容之后呢 我们有可以说一下 就是RCEP到底是利好谁 对吧 那首先呢 可以说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澳洲的这些贸易公司啊 其实是非常好的 就是出口的 比方说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A2啊 包括就是TWE对吧 也就是奔赴酒业的母公司 Chargeary Wine Estate 那TWE呢 今天的股价呢 那是叫是一个暴涨啊 我看到呢 之前它在那个中澳关系啊 就是达到冰点的时候呢 股价是跌到了八块多 对吧 那今天的话呢 好像啊 因为我说话的时候 还没有来得及看 好像是已经摸到了十块钱啊 那其实是涨了 涨了不少吧 就这两天啊 你想想就有25%了 对吧 两块钱的话 那差不多贸易股呢 会受到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旅游股 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嘛 那之后签订了协议之后呢 就是这15个国家中间的人口流动啊 可能会更加频繁 而且更加方便 虽然呢 现在是受到新冠的影响呢 大家没有办法去大肆地开展 这个国际旅行 但是呢 我觉得像是webjet啊 或者是fly center等等的 这些旅游公司 它在未来的话呢 如果说签订了之后 然后那个疫情恢复了的话 疫情就是完全消灭的话呢 那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利好的 然后包括之后的贸易往来啊等等 也会增加很多的这个商业航班 那我们知道这个 我之前的直播和网客 也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这个webjet的话呢 它现在大力推动的呢 就是它的自己的一个 这个B2B的业务 就是呢 它的一个商务旅行的业务啊 那如果说未来澳洲 有更多更多的公司呢 在东南亚 还有一些啊 东南亚地区开展业务的话呢 那其实对webjet来说呢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虽然现在webjet已经总 我推荐的这个2块6啊 涨到了这个5块2 但是我依然觉得呢 它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公司 未来依然是很有潜力的 毕竟它之前呢 又到过14块钱的高位啊 所以说我暂时的话呢 会依然就是比较看好这家公司啊 预计在未来等期之内呢 它也应该呢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因为毕竟这个澳洲啊 已经内部已经开始解封了嘛 那内部解封的话呢 其实马上这个悉尼和墨尔本 也就可以通行了 而且据我了解啊 这个墨尔本的朋友呢 去悉尼也是完全就是不用隔离的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大家又少了很多障碍嘛 那对这个旅游业是有很大的恢复的 那第三个呢 我想说跟大家提示的呢 就是这个银行股 我觉得也会受到利好啊 大家可能会觉得啊 最近这个一直在降息啊 为什么银行它会好呢 对吧 但是其实我们看 如果说看这个公司的股价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银行股最近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反弹了 那主要呢 还是由于目前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繁荣啊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那个10月28号的直播呢 有跟大家提示过 就是现在呢 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啊 就是会给首次住房的这个 首次置业的朋友很多的补贴啊 然后呢 如果是买的是7房的话 就是买的是新房子 需要建房的话呢 那还会有更多的补贴 那差不多累累总总的加起来的话 差不多有3万5这样子的一个数目 那就导致我身边很多在做broker也好 还是做broker也好 这些朋友呢 他们最近都非常非常的忙啊 甚至呢 电话有时候啊 都只能跟我短短的讲个三五分钟就要挂了 因为手上的case实在是太多了啊 大家最近呢 都在疯狂的买房啊 就是为了去薅这个政府的羊毛三万五嘛 对吧 其实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啊 但是这种就是贷款热潮啊 其实也就是拉动了这个银行股啊 这个有点说远了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RCEP啊 为什么它会立好这个银行股呢 因为这个银行股啊 基本上呢 也就是代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命脉啊 那如果说澳洲的整体的一个贸易情况开始变好了的话 那就象征着澳洲的经济呢 开始慢慢的恢复了 那其实银行呢 也会随着这个贸易的这个经济的复苏啊 然后慢慢的上涨啊 就这个道理呢 所以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三个公司 其实呢 并不直线于这些公司 如果呢 澳洲的经济恢复了 其实不管什么公司呢 它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像是其实我们很多客户都在追踪了这个 Crum啊 这个赌场 那最近的表现呢 其实也不错的啊 那也就是受益于这个解封 还有这个贸易协定的这个签署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东南亚人嘛 其实他们也是很多朋友都是喜欢赌博啊 或者说 也是有很多大款的 对吧 也是有很多有钱人 如果是 而且是有很多就是华裔背景的朋友的话呢 他们会选择来到澳洲这边 然后在赌场呢 进行一个消费 所以这中间也有一些关系吧 那如果大家对RCEP呢 还有什么见解啊 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啊 那我今天呢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张 而且呢 其实它里面很多细节啊 我们在网上呢 并没有公开 那可能会一步一步的去推进啊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猜想啊 我们觉得它会呢 对这个澳洲的经济呢 会有一个利好的效果啊 然后也希望呢 在拜登上台之后呢 不会过于像 像特朗普那样太明显的这个 这个push大家就是 跟中国决裂吧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情况 有一些好转啊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对有朋友说好像 TWE现在是9块9毛8 对已经涨到10块钱了 是不错的 然后也有朋友问是 RCEP能够立好A2和FMG吗 我觉得长远来看的话 我认为是会的 如果说这个他们要 那这些东南亚国家呢 已经就是跟中国签署这个铁路建设的话 或者说基础建设的话呢 那铁矿石的价格呢 肯定会更加的就是上涨的 如果大家如果啊 这项贸易协定能够帮助啊 中国去给这些东南亚国家 去做一个基础建设的话 那肯定铁矿石 澳大利亚都是会非常的 未来都非常的光明的会 但是就不知道 会不会有人从中作梗啊 这都是我们的美好愿想嘛 对吧 其实照道理来说呢 因为这个协议 应该是给这15个国家都带去好处 大家都互惠互利嘛 就中间啊 从澳大利亚 我们的成员国进口这个铁矿石 然后去给我们成员国 东南亚 然后由中国领头去输出这个技术 然后给他们建设这个基础建设 带动他们的经济蓬勃的发展 然后呢 拉动他们的内需 然后中国的商品呢 就销往这个东南亚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布局 一开始都是愿景是好的啊 好 那我们RCEP呢 就暂时说到这里了啊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11月份的推荐列表吧 因为我上个月呢 做网课的时候 也给大家发了一份 就是我10月份的一个 推荐列表啊 那当时大家反向也都不错啊 所以这11月份呢 我们总要坚持下去的吧 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的这个列表 那我左边呢 就是我的一个截图呢 我今天呢 也发在了我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如果大家是我的客户的话呢 如果是我们GoneMarket的客户的话呢 也应该可以收到啊 应该肯定都是可以收到我的这个短信的啊 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开始看一下 就是11月20号的时候呢 有提示大家呢 是做空ASX200的啊 虽然说呢 我当时做网课的时候是跟大家说 我是很看好这个11月3号之后 这个澳联储会降息 然后QE的这么一个举措 但是在10月20号的时候呢 技术指标就已经明显的指出了 这个ASX200呢 可能有一个回调 对吧 那随后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ASX200呢 也是在10月30号 就10天之内啊 跌到了差不多5860的这个位置啊 也是跌了不少的 是比我预期的要多一些啊 但是呢 总之呢 也是给大家做过一个提示了 也跟大家说了啊 如果说呢 下跌的话呢 也不要太恐慌 只要等到11月3号 QE了之后股市呢 肯定会有一个反弹的啊 当时应该也是给不少客户 就是吃了一个 就是定心剂吧 定心丸吧 然后10月21号的时候呢 跟大家说了一下 就是看空澳元对纽元嘛 那理由呢 也跟之前跟大家说过嘛 因为就是澳洲要进行 大规模的这个量化宽松 那大规模的印钞呢 会导致这个澳元贬值啊 那就会最直接的体现在 这个澳元对纽元上面啊 所以这个澳元对澳纽啊 就一直呢 就是跌破了1.06啊 最低的呢 是跌到了29号的那个1.059啊 随后的话呢 又是一波上涨 然后现在呢 还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不过呢 我有看到这个新闻啊 说这个 就是新西兰联储啊 最近呢 也是印了很多的钱 所以呢 可能对这个 这个纽纽元的这个贬值啊 也是有影响啊 可能 呃 之前啊 那个纽币的贬值啊 比澳币还要更夸张一些 那就导致了澳纽的一个上升啊 不过总体趋势来说呢 就是澳元可能更加弱一些吧 嗯 啊 那其实如果大家在交易货币队的时候 也要跟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除了呢 我们要看这个本国的货币呢 而是要看那个对手 对手的那个货币队啊 那看他们的国家 有没有进行一个举措 所以呢 嗯 其实大家如果在交易货币队啊 跟股票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股票的话呢 就看公司和大盘嘛 那货币队的话呢 主要是看国家这个央行的政策啊 所以说这两个的关注点呢 有相似啊 但是呢 侧重点呢会不同啊 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 最近也是在研究货币队啊 就希望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啊 那在10月22号的时候呢 又跟大家提示了一下 就去买一些CSL对吧 那CSL当时提示的呢 是挂单在290啊 之后也是到了啊 然后现在CSL呢 差不多是315的这么一个价格啊 那CSL呢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公司了嘛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雪浆制品公司 而且呢 也是一个疫苗的生产商 那前两天呢 CSL呢 也是发布了这个新闻呢 说他要在瓦尔本啊 再建一个这个疫苗的一个生产基地啊 可能在2021年开工 2023年建成啊 那他建基地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明啊 他的产能不足了 对吧 订单太多产能不足才要再加一个新的工厂啊 这就是啊 CSL最近呢 也是上涨的一个原因吧 因为大家都读懂了这背后的信号啊 那在10月27号的时候呢 又跟大家说了一下中线看涨这个ELD这家公司啊 分别在10块8 9块8和8块8挂单 10块8这一单呢 可能是挂上了啊 对 然后ELD呢 现在的价格呢 也是12块1毛8 那ELD这家公司呢 其实我自己的了解 没有这么深啊 它呢 是一家就是传统的呢 它的前身呢 其实是做那个农产品的一个公司啊 就像是CGC啊 包括还有GrainCorp 类似的公司 它是做这个农产品的啊 但是之后呢 它就开始了看到一个转型的道路 所以说呢 它现在不光做这个农产品 因为它手上捧了很多地嘛 然后呢 它又给这些地呢 去做一个转型啊 可能把它变成一个 把它从农用地呢 变成这个知名住宅啊 做开发啊 或者是呢 把它再转成这个商业用地 对吧 反正就是把这个土地变性 然后再进行一个融资啊 等等的一个金融举措啊 反正呢 现在ELD啊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纯的这个农产品公司 而是一个农业加金融的这样子的一个金融公司啊 所以说它未来发展前景呢 如果说是金融公司的话呢 那它的发展前景呢 那就比较好一些 对吧 然后呢 因为我有一个客户呢 它是非常钻研的人啊 它也跟我说这个ELD的公司啊 非常不错 然后它也是赌了一把财报啊 也是给它给赌中啊 那ELD的这个财报呢 也的确是非常的好啊 那它今天呢 是价格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 那具体原因的话呢 我们最近也要关注一下 但是呢 就算它下跌之后啊 它的股价呢 依然是12块多啊 所以这个公司呢 依然是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关注的 有机会的话呢 我也会写一个专门的股评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ELD这家公司 Eldis嘛 那在10月28号的时候呢 通过技术指标看出来了 这个白银啊 可能会有一个下跌 那技术指标的这个方式呢 看法呢 就是啊 就是我在之前的网课也有提到过 之前网课也有提到过 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回看啊 之前有说过两遍啊 那白银呢 也是在 我提示的呢 之后两天呢 跌到22块5毛5的这个位置啊 也是下跌比较严重 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 因为我当时呢 只觉得它是一个小跌吧 可能跌到24块呢 可能也就只跌了 没想到它是一下子就跌到了22块5啊 所以说这个回调也是 白银和黄金的这个波动啊 也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之后也会说一下 影响黄金和白银进去的一个 一个因素是什么 那在11月4号 就是11月开头的时候呢 跟大家提论一下Zip 那Zip最近的这个表现呢 是不尽人意的 我也知道是不太好 对吧 那虽然说呢 在我提示之后呢 价格有到过6块5 但是立马的又回下来了啊 那主要是因为呢 Zip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了啊 就是因为那个 有AFR上有篇新了 就是说 所有用bu now pay later的 这个用户啊 5个里面有一个会 会违约啊 5个里面有一个要付高额的 这个罚款嘛 因为违约就付罚款 然后呢 Zip就对这个引起的重视啊 就觉得啊 我们现在呢 因为这个行业已经趋于成熟嘛 就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啊 就不再只是有AFR配了 其实像是Zip啊 包括就是 我看到了很多像是 HUM啊等等的一些 小公司也都 单单像雨后春省的一样 出来了嘛 那这个时候呢 Zip可能就打算 对这个行业下手了 对吧 他们会啊 会去啊 通过一项法律吧 就是去保护澳洲的消费者 还有这个商家啊 那这个因素呢 会短期的呢 会压制这些 bu now pay later的公司 让他的股价呢 就是一下子冲不上去啊 然后具体的一个 怎么说呢 具体的一个结论的话呢 大家还是要等这个 ASIC出了具体的 这个法律法规呢 我们才能知道 对这个行业具体的影响 那肯定呢 我只能说应该啊 是大概率啊 是会影响到 他们的毛利率的 也就是说 他们未来的利润呢 会由于这个 法律法规的原因呢 而下调啊 这对他们的股价呢 就是也是会有影响啊 那在啊 那刷完Zip 我们再往下看 对吧 就11月6号 跟大家说的这个 CSL达到了300块 然后建议大家呢 如果担心的话呢 可以分批品仓 顺便跟大家说 看涨这个TGR值3块8 那个时候TGR可能 好像才3块6不到一点 那个时候 对因为TGR这家公司呢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好几次 但是这家公司呢 还不叫Win 我知道很多朋友呢 都是买了之后 就嫌他太慢 其实呢 亏呢也没亏多少 赚嘛也没赚多少 他就是上上下下的来回跑 没有让大家有一个 不像CSL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我之前推荐的几家公司啊 TCP啊 等等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他就是在这个区间之内来回波动 所以很多客户呢 都熬不住啊 就把它抛掉了 其实TGR的话 如果大家不清楚 它是全民室叫Tussell 它是一家做三文鱼的公司来的 然后它这个三文鱼公司呢 大家去握握 都能看得到它的这个 它这个产品 就是蓝色的一个包装盒 然后里面装着三文鱼 上面是一个Tussell的标志 对吧 就是跟简单的 跟不清楚的朋友说一下 这家公司呢 为什么 我当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股评啊 我就说这个Tussell 它是有未来的这个发展的前景的 因为呢 它现在不光做这个三文鱼嘛 它还做那个虎虾 Tiger prong 那Tiger prong的话呢 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周期呢 会比这个三文鱼要少 要少 要少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 这个生长的周期呢 是三文鱼的三分之一啊 但是它的这个毛利率啊 甚至会比三文鱼持平 甚至是更高一些啊 所以说当时就觉得 如果呢 这个Tussell呢 它其实那个时候呢 已经就是收购了很多家的这个 就是Tiger prong的这个农场嘛 就是那个鱼场啊 我说错是个鱼场啊 说过很多鱼场 如果说呢 它的这个合并成功了 然后里面这个虾苗啊 它慢慢的涨起来 然后进到市场的话呢 其实对它来说呢 是这个毛利率啊 会有一个显著的这个提升的 但现在呢 因为它这个公司 就是不温不火的嘛 也没有什么机构愿意去炒作它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价格 也就一直在这个区间内波动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表现 那当然Tiger呢 是在我推荐之后 它的价格呢 是有一个上涨的 那也可能是因为最近这个 ASX200也涨得比较好 把它带起来了 但是呢 我就想跟大家说 这Tiger呢 很有可能呢 是跟HLS一样 就是在出财报之前 不温不火 但是出财报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跳空高开的一个公司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HLS的话呢 我也是去年跟大家介绍的 对吧 当时呢 也是跟Tiger一样 也是不温不火 价格呢 就两块八三块二 两块八三块 那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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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半年多啊 终于就在上两个月的时候呢 出了财报 一下子跳空高开啊 少了20%啊 甚至是30%啊 那这种公司的话呢 它不受一个资金的追捧 所以说它的这个表现呢 就比较温啊 所以说这种公司 如果大家要买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这个是需要啊 有点耐心的 不是那种一下子就能往上窜的公司啊 对 那最后呢 就是11月16号 有跟大家说 也就前两个啊 这样看一下 今天是17号 就昨天跟大家说的嘛 就是年末呢 我是看涨沃尔玛的啊 就是Walmart对吧 那沃尔玛的话呢 也是在去年的时候 就写了一篇股评报告 给大家推荐的啊 那沃尔玛它有一个什么现象啊 就作为这个北美 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零售现象 零售商啊 它其实是有很强的这个 就像我们去Walworth和Course嘛 它有框 它有flyby和那个 Walworth reward嘛 就沃尔玛呢 它自己也有个SAM Club 就是说 它是对它的会员啊 是有很多的福利的 然后它的客户年轻度也非常高 那沃尔玛呢 在去年的时候呢 也开始它的一个线上的发展 而且它的发展呢 是非常的高速的啊 那它是唯一一个线上发展 包括线下是超过 Amazon的一家公司啊 但是它的股价呢 在Amazon来说呢 只有一个零头 因为Amazon现在是四位数啊 那它的时候呢 股价是三位数 所以我其实觉得沃尔玛啊 抛开这些国产 它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呢 还是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啊 它有一个圣诞行情 就是如果我们回溯历史的话呢 其实沃尔玛它 就每到圣诞的时候 它的股价莫名其妙就会涨 对吧 这其实也不是莫名其妙 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这个西方国家呢 就会有圣诞行情啊 就跟我们国内过国庆 是差不多的 对吧 国庆行情和圣诞行情啊 大家记一下 那圣诞行情的话呢 就大家更加愿意去消费嘛 有boxing day啊 等等的这样一些节日 还有black friday啊 那这种时候呢 就会促进大家消费 然后其实沃尔玛呢 就像这里的costco一样 它其实不光是卖这个 卖这个零售嘛 它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啊 甚至是 关卡它都卖 所以说它是什么都有啊 所以说大家不要小看 这个沃尔玛啊 它其实啊 里面东西是很丰富的 那这也是我推荐 它的一个理由吧 那我在最后 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我这些推荐呢 也都是一般性建议啊 给大家参考一下 投资还是有风险的 交易需要谨慎啊 那除了zip的话呢 暂时别的一些推荐呢 都是已经达到的目标价位了 然后就是TGR和Walmart呢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呢 去给它跑一跑啊 暂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可以看一下 给大家现在回复 有朋友问旅游股啊 说更看好Quantus 然后说Fly Center 有可能会扩展到东南亚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真的非常好 那Webjet的话呢 我也希望它能够去 拓展到东南亚 其实它现在旅游的话呢 它就是订旅店啊什么的 因为我知道 我看了一下Webjet 它的这个 就是年报啊 它其实跟欧洲的很多国家呢 是有合作的 但是东南亚没有仔细看 那在财报中没有看到 或者说没有注意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是它这一块呢 没有重点的标识出来 那可能就是还没有照顾到 那如果说之后Webjet 包括Fly Center 能够在那边开展业务的话 那不管是对这两家公司也好 还是对Quantus啊 悉尼机场啊 这都是一个利好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就说完了 这个11月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推荐 那下一步呢 想跟大家说说 就是如果错过之前 包括这个旅游板块啊 还有这个商业地产啊 或者是银行啊等等的 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选择呢 现在上车还晚不晚 其实我觉得是不晚的啊 因为这个11月3号嘛 才刚刚开始的QE啊 大家这个现在才11月17号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不到啊 这股市的上涨才刚刚开始啊 怎么就怎么就就 怎么会有人就认为会突然结束呢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小概率事件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澳洲未来 就是至少半年到一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股市的一个发展啊 那如果说 大家也可以看到最近呢 因为这个疫苗的原因啊 那个黄金啊 是大幅的下挫了 但是石油是大幅的上涨 对吧 那在这种时候呢 其实大家炒作疫苗的这个热情啊 也是越来越高涨 其实不光是炒作吧 他们也的确是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那我们预计呢 是明年年初就非常有可能去面试了 面试了之后呢 那其实像是之前受到疫情推崇的一些公司 像是Kogan啊 像是Amazon啊 等等的一些Zoom啊 等等一些线上的这些公司呢 它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 那相反的就是我们这些传统的行业啊 像是能源公司啊 银行啊 商业地产啊 等等这些公司呢 会有一个繁荣啊 那就是想跟大家介绍的 对吧 那具体的公司呢 我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看一下已经35分了嘛 就跟大家说一下 石油的话呢 有WPL Oil Search 对吧 OSH 对吧 这两家是比较好的 STO啊等等的话 他们是天然气啊 那然后银行的话呢 就除了四大呢 大家比较了解的 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那些比较小的银行 像是最近其实Bank of Queensland啊 还有Benigo Bank 其实都涨得很不错 而且这些公司的股价呢 之前也都偏低 对吧 但股价呢 其实之前就只有5块钱 5块钱 4块钱的这样子一个价格 那现在呢 这个Bank of Queensland 我已经看到 它是突破了7块钱的这个关口 是上涨得非常不错 然后很强的这个盈利能力啊 嗯 那除了银行呢 就还想跟大家说说 这个商业地产 那我自己呢 是比较喜欢这个 三家公司 一家嘛 Vacility 对吧 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之前直播呢 也给大家看过 它的一个财报的情况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翻一翻 到之前的网课看一下 Vacility是一家 比较好的公司 那其实Emporium Gling Waverly啊 还有Chastan 等等 都是它的一个业务嘛 还有呢 就是SCG SCG呢 今天是上涨了4% 也是不错的啊 它旗下呢 是Guard Westfield的 那还有一家呢 是SGP 就是Stockland Stockland呢 它是两条走路啊 那之前两家呢 都是单纯的这个商业地产 对吧 就是做商铺的啊 那Stockland它呢 它是又是有零用住宅啊 又是有这个商业地产啊 所以我觉得Stockland呢 它其实呢 反而就是更加全面一些啊 抗风险能力的 可能也会更强一些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嘛 身边很多的这个朋友啊 都在这个买房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产啊 Stockland旗下的这个地产 也跑得很快啊 可以想象得到这些 这是民用住宅开发商 最近也是赚了一个盆满拨满 我相信Stockland 下一季度的这个财报 肯定是非常亮眼的 因为它是一个大开发商嘛 然后它的很多地皮 其实是受很多中介和买家 追捧的 而且Stockland它的一个地皮 它附近往往呢 就会出现这个大型的这个商场 像是Westfield啊 或者是Vaccinity的这个Central 对吧 因为它的实力比较强劲嘛 它可以就是 拉拢很多的这个商业合作伙伴 到他们这儿去做一个未来的布局 叫强强联手嘛 好 那我们就基本上说完这些公司 我们就接下来说一下 就是10月28号给大家推荐的 几家稳定派息的公司有哪些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司嘛 就是银行有Nav 然后铁矿城呢是FMG 然后呢 多元地产就刚才我说的SGP嘛 就Stockland Stockland呢 今天是有小跌 但是价格呢 也已经到了4块1毛6左右的这个位置啊 也是比较高的啊 但是未来呢 我依然看好它后市的这个发展 那说完了 这个澳洲的几家大家都熟悉的公司啊 那我也想给大家看这张图 让大家拆一猜是哪一家公司的这个走势图好吧 然后呢 它这家公司是这两个月涨了35% 哎呦 有朋友很热情 说是AMP啊 AMP最近是涨了很多啊 但是不是AMP啊 这个走势就不太对啊 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个答案 是台积电啊 TSM 对有眼间的朋友看到了左上角那个TSM的这个标识啊 我在直播中呢 跟大家真的是费心费力的去介绍 这个台积电有多牛有多好啊 可是我看我买的客户是寥寥无几让我非常的心痛啊 因为我呢还特意的写了这个公司的股评 那我当时写的时候呢台积电 其实网课的那个 而且直播那个时候台积电才70多 才76嘛 然后我写股评的时候呢 它已经80了 当时给出的这个12个月的目标价呢 是95 然后昨天呢 它就一个跳空高开 变成了这个102块 4毛4啊 去盘中的时候呢 是有冲到过这么高的 现在盘后呢 是回落了 然后现在的价格呢 收盘价是99块多了 也已经超过了我这个目标价了 所以最近就有很多客户跟我投诉 说Joy你这个预测一点都不准 你看啊 为什么这么早就到了 根本不是12个月 骗人啊 我也无话可说 要求是有一点高 这个市场也不是我开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非常看好台积电这家公司啊 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这么看好台积电 然后为什么昨天 他这样子的一个大涨啊 然后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问各自的客户经理和小助手 要一下我们这个台积电的这个 这个报告啊 是我9月29号写的啊 时效性的话呢 不是很 时效性的话呢 没有这么强了 但是呢 能够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这家公司 包括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创始人 也是非常厉害的 张忠 张忠果 我自己写了都那个 太多厉害的人物需要去记住了 对吧 马斯克等等的 好了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昨天为什么台积电上涨的幅度这么大啊 一蹦蹦老高了啊 主要是因为台积电的这个 两纳米工艺啊 实现了这个重大的这个突破啊 那台积电呢 其实我在这个直播中也有跟大家说 它在市场中的地位呢 是难以被取代的 因为它的工艺呢 非常的领先啊 是很多它的竞争对手拍马都追不上的 所以说呢 很多公司啊 都抢着要去预定它的一个产能啊 而且呢 台积电它有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技术的革新 所以说大家一些高科技公司啊 都是巴不得求它来帮他们做芯片的啊 像是苹果公司啊 还有AMD啊 还有这个英伟达等等的这些公司 对吧 还有高通啊 是吧 都是希望能够强盗这个台积电 现在新开发的这个两纳米的这个工艺的这个产能 一般呢 一般呢 其实美国的这个股评价啊 是这样子说的啊 如果呢 某某某公司跟台积电呢 预约了这个两纳米的工艺呢 那对某某某公司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啊 而不是对台积电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关系啊 这个是本末倒置的吧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啊 做工厂的嘛 都是要求人家给点单子 对吧 但是呢 台积电是完全反过来的 是这些品牌商求着台积电 能不能让出一块产能给他们啊 所以说台积电有多牛吧 就是有这么牛啊 人家谁叫人家这个工艺牛呢 对吧 那其实呢 这次的突破也证明了我们之前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啊 台积电现在跟对手的这个差距啊 也是越拉越大了 这两纳米工艺啊 一般正常的公司可能 哎 可能每个一两年可能还真赶不上啊 对吧 啊 所以呢台积电我依然很看好啊 现在价格创了新高啊 但是未老还会不会再创新高 会啊 肯定会啊 我是这么看的啊 一般性建议仅供参考 啊 那最后跟大家说说这个指数嘛 那指数呢 现在是到了6500年了 很多客户都还跟我说有点恐高啊 最近这个股票嘛 已经有了呢 那都 那都赚得不错了啊 啊 那就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加仓啊 到底是追呢 还是不追啊 或者是就是或者是干脆是空仓啊 这个呢 其实都可以啊 但是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 这个未来的这个傲股啊 我在半年和一年之内都是非常的看好的 就算你在现在买进去 那你到一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看 也会发现 哦 我买下了一个低位啊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啊 啊 非常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了 如果说你把时间线缩短 你就看这一两个月 或者说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的啊 那你有可能买的是近期的最高点啊 就是这样子的 要看大家的这个时间周期 而不是单纯的去看 哎 这个指数怎么样啊 所有的呢 投资计划呢 都是要大家按照自己的一个投资规划去做的 那最后呢 就跟大家说了说最有意思的就是黄金嘛 对吧 那黄金的波动很大 我们有很多客户呢 非常喜欢去做这个黄金这个产品 因为啊 我今天特意给一个客户打电话 他跟我说 因为黄金嘛 玩的就是新票 我说啊 也行 对 平时咱们做股票也是踏踏实实的赚个安心钱 那有黄金的话呢 就激起了大家交易的热情 对吧 那黄金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一个 一个很明显的这个 这个规律啊 就是只要一有疫苗 这个好消息一出来了 这个黄金的价格就开始 噼里啪啦往下跌啊 而且不是那种小跌啊 不是那种五块十块的跌啊 是二十块三十块这样子的跌啊 对吧 这个就啊 所以说呢 我就套用了我客户的一句话啊 叫与疫苗不控带天的这个黄金啊 只要疫苗一出来 这个黄金就开始跌 但是呢 我又给大家做了这张图嘛 我可以看到 其实近期呢 黄金这个底部还是比较扎实的啊 就基本上呢 在1855到1860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一个 长线来看的话呢 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建策位置 为什么啊 我跟大家看 前面好几次对吧 黄金的这个回调和上涨啊 都是在这个接触到维加斯隧道 看到吗 就是这两个隧道之后就结束啊 然后再开始一个大的拉涨 然后呢 再慢慢的去靠近这个维加斯隧道 再拉涨啊 再靠近维加斯隧道 再上涨 那这一次呢 其实上涨的幅度呢 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对吧 而且呢 是比之前的每一次都要长啊 而且幅度都更加剧烈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那它这一次回调的时间呢 也会更加的长 幅度也会更加的大啊 所以这个其实呢 之前的网课也跟大家提到过很多次 但是那个时候行情没有走出来啊 大家可能都不以为意啊 但是其实大家就是 我一看之前两三个月的这个 我做的网课啊 就已经跟大家说过有这个规律了 所以让大家当时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对吧 但是很少有人 怎么说呢 这个也是概率事件吧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黄金 现在还是没有非常的靠近这个维加斯隧道 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啊 那预计呢 这维加斯隧道呢 会慢慢的继续在往上升 往上升与这个我们的这个K线 慢慢的靠近啊 然后直到接触 然后呢 再有一个上涨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最近也有收到很多客户的疑问说 现在你看啊 这个疫苗也有了啊 然后这个央行好像印钱的这个力度啊 还没有这么大的 这黄金到底还会不会涨啊 其实这个问题呢 大家其实可以看看08年美国是怎么样的啊 因为08年美国次来危机之后呢 美国就一直在印钱啊 一直在印钱 就是叫扩表难收啊 就扩了表之后呢 就很难把它再收回去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种忧虑呢 也也是也不是不无道理的啊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黄金现在的这个上涨的动能啊 比较就是上涨的原因和动能 没有之前这么强势的话 大家不妨把目标啊 目光啊都放在股票上面了 因为最近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股票 股市上的回暖啊是比较强劲的 对吧 那我们也没必要跟一个产品死磕嘛 对吧 好 这就是我对黄金的一些观点啊 那上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支撑位 我也给大家画出来了 这是我画的一个非波大窃啊 然后上面的236 23 382和50的这个位置呢 都可以看作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阻力位啊 因为价格呢 很多次 达到这些位置对吧 一次两次 然后这边呢 是一次两次啊 也都是至少达到了两次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那说明它的一个 阻力是比较强的 那大家有兴趣啊 可以记一下 分别是1902 1934和1961的这个位置啊 当然短期的话呢 其实我并不觉得它会有一个 怎么说呢 大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上涨 因为这个疫苗的疫苗的这个疫苗的出现 还有大家对于这个风险市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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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热啊 这个重新燃起的这个信心啊 其实是会打压一下黄金的了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单纯的这个多头的话呢 最近可以观望一下 或者呢就是等价格再到1860到1855的这个位置 再考虑是不是要进场啊 那最后呢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 GoMarket新上线的这个BIX这个恐慌指数 那恐慌指数是什么呢 就是我下面有给大家说嘛 就是BIX呢 大致反映出这个标普500 在未来30年的这个期望的这个波动率 那如果BIX这个价格呢 越高 那就是说明就未来30天预期的这个波动率呢 也就越高 那如果BIX的价格下跌呢 则说明市场呢 觉得这个波动率啊 会下降 那如果在市场呢 不确定性加强 那波动率呢 确实增高 但是翻不清方向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通过做多BIX来获利啊 因为往往在这种时候啊 就是美国大选之前 还有呢就是新冠之前嘛 新冠发生的时候呢 那BIX指数呢 是疯狂的猛涨啊 BIX也可以做空的 对BIX做空的话呢 您是可以收到钱的啊 对 他买涨的话呢 是负藏期 然后做空的话呢 是赚长期 而且这个仓期还蛮高的 如果做空的话 但是我并不是很建议大家 去做空这个BIX 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BIX它跟黄金和股票 并不是一样的啊 它更加适合呢 去做一个短线的这个炒作啊 而不是一个长期的持有啊 因为没有人会一直恐慌啊 如果一直恐慌的话 这个世界就完蛋了 所以说只有在大家觉得 或者说您自己觉得啊 这个市场开始恐慌 分不清方向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呢可以考虑去短期的啊 去持有买入一些BIX啊 恐慌指数啊 这是也是不错的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啊 像是三月份的时候 BIX就是狂涨啊 猛涨啊 翻倍的涨啊 翻了大概四五倍这样子的 可能都不止啊 四五倍都是保底啊 那种情况下 但是这种极端情况的 这个发生次数比较少 但是如果下一次再发生了 大家就可以知道 有一个比黄金更好使的 这个产品就是BIX啊 啊那我这里在第一行呢 也也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如果说报价是两 二十三美元的话呢 那其实一手的话呢 这个BIX呢 就是一千个合约 也就是差不多两万三千美元 这样子 然后给出的杠杆比例呢 是十倍 那差不多一手的这个成本呢 就是两千三啊 是这样子的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询问就是各自的客户经理啊 或者是加我们的小助手问一下啊 那最后呢 其实今天的环 所有PPT的内容就到这里解释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打在这个评论区啊 那对 然后我现在打个一堂字嘛 就比较矫情啊 就希望所有的投资人 都能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信念啊 如果认定它是一家好公司 那就坚定持有啊 那现在的这种行情呢 其实不适合再去做这种 转线的一个波段交易了 因为你很有可能下车之后 就没没家有机会上车啊 所以说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思考一下 选好股票是最重要的 选好一个好的business 是非常重要的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加我们的这个小助手的微信 有朋友问PLS最近长势很好 还可以加仓吗 那PLS和GXY Galaxy呢 都是做铃矿的嘛 对吧 铃矿公司 它其实就主要是追着这个电动汽车长嘛 但是之前我发现这个 有时候特斯拉长吧 它PLS不一定跟得上啊 但是PLS长起来呢 也的确是长得幅度非常的大 但是我个人呢 不太喜欢去做这个 做这种困顾啊 因为之前吃过亏嘛 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 不好的标的 只是说我不是很懂而已啊 我觉得它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我跟Alan做的那个直播里面有说到嘛 就是节线不光特斯拉 像是蔚来啊 小鹏汽车啊 理想汽车啊 等等的 打着这个 打着这个电动车旗号的这个 这个公司啊 都长得非常的好 那也就说明这个是一个 一个大势所趋吧 而且滴滴呢 近期也发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蔚来呢 会把几年内我忘记了 反正未来会把所有的出租车呢 改成这个无人驾驶啊 当然这个车远了啊 但是电动车肯定也是会改的 因为碳排放的原因嘛 其实各国都在推进啊 这个电动汽车 所以对驴矿的需求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 有朋友问这个 黄金有说过 然后说CSL预计后事如何 嗯 CSL其实 我觉得非常好的公司啊 后事我也是 一直看好 就是看好吧 对 因为这家公司 怎么说呢 我们也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然后我也对他非常有感情啊 因为那去年的时候 他才246对吧 当时就给大家介绍了 然后现在的一转眼啊 这346都倒过啊 所以说对他的这个感情还是很深啊 有朋友问Cogan Cogan就像我之前说的嘛 就是一旦就是线下恢复了 对这些线上公司呢 他 他还是非常的是有打击的啊 那Cogan最近呢 也是直接呢 就从高位啊 直接就垮到18、19块的这个位置了 那很难说他会不会继续下跌了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不建议大家去 怎么说呢 我一直不是一个左侧抄抄底的人 所以我不会说 我不会说他 他现在就是一个最底部啊 我反而会去关注一些商业地产 就像我说的这个Stockland啊 和VCX啊 和SCG啊 等等这些公司 可能是更好一点的选择 然后有朋友问这个苍西怎么看啊 那我们可以把它先出来看一下 那比方说大家想要看这个AOD USD的这个苍西的话呢 就直接右击 然后点这个Specification对吧 然后往下就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买涨和买做空呢 暂时都是负的一个苍西 有朋友问像这黄金 古今后如何操作 说有没有酒吧地产的推荐 有朋友问怎么可以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啊 那建议大家就是先扫描我们的这个小助手的这个 这个二维码啊 先扫描一下我们这个二维码 为什么有两个 哦对对对 先扫描这个 因为后面那个是一号 那个小助手已经加的人 人满了 就是人满了啊 如果大家想要加我的微信的话 那就很简单 是GoldMarketJoy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我们公司名字 加上我的名字啊 大家记住打一个S就可以了 我的微信号码呢 就是GoldMarketJoy啊 大写小写无所谓啊 然后有朋友问AMP会利好吗 AMP我之前专门写了一篇股评说AMP啊 这位朋友可以问我们的这个小助手 或者是加我 我可以把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股评发给您看一下 当时呢 我是把AMP是痛批了一顿啊 然后把它历史也回溯了一遍 最后就是总结了一下 如果AMP再要崛起啊 那就只能靠收购了啊 把自己拆分卖了 就只能这样 那现在也果然是如此吧 所以呢 你要说AMP会不会继续涨 继续涨 那不靠我们的分鞋 那也不靠我们的这个 不靠这个公司的表现 那就看人家买家愿意出多少钱 对吧 那照道理来说呢 AMP的这个公司的价值呢 是不止现在这个价的 至少也得要两块二两块四 才能把自己完全就是 就是完全的这个价值体现出来 但是呢 它并不是全都卖 对吧 有些东西它卖 有些东西它不卖啊 对 所以说这个呢 就很难去判断了 有点悬悬啊 有点悬悬 有朋友这个啊 问的问题很多啊 就是这个 这个 苹果公司会出M1芯片 会不会对台积电有冲击 亲爱的 这个芯片就是台积电造的呀 哎呦 我的天 对 之前直播的时候 有跟大家说过 这个台积电 它是一家这个道德 就是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 就行业里面 道德标杆 为什么说它是道德标杆 因为它在这个行业 做了这么多年 它就是 为什么有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大型的公司 愿意信任它 给他们自己的这个芯片 design 给它去做 因为台积电是 对客户百分百的 就是保密啊 绝对不会外泄就是公司芯片的这个设计 而且它自己也不会盗取这个芯片设计去自己生产 这就是台积电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啊 这么高的一个认可度 还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口碑啊 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业务 我觉得这是跟这个领导人的这个CEO的这个方针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啊 Telstra是不是要私有化 我不知道Telstra是不是要私有化 我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呢 那如果说您想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把那个连接发到我的微信上 那其实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 已经9点钟了 那我就准备下播了啊 那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扫描我屏幕的这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 然后扫描我们的这个微信的GoMarket小助手啊 然后或者是加我的微信GoMarketStroy就可以了 那就先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